哈嘍,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早 我是林志龍 今天是8月31日早上10點半 大盤在昨天開高走低之後 高低點差了106點 仲哥認為大盤預期會走入一個 區間震盪整理的格局 那怎麼說呢?我們來看一下 這張圖啊,仲哥用了很久 從7月底8月初那邊用到現在 投資朋友應該是看得有點膩了 仲哥是一個很貼近盤面的 仲哥會根據目前盤面上的變化 來調整持股的水位跟資金的比例 資金比例什麼時候要多做一點 什麼時候要少一點 那就是根據目前盤面的變化 那我們可以看到下一張啊 仲哥原本認為預期這邊 板檀量縮可能會回撤打第二隻腳 甚至是破了這個低點之後 可能整個盤會很不妙 但是呢,沒有打第二隻腳 反而是一路衝上去 在8月27號這天啊 站上季線的時候 仲哥有跟各位投資朋友報告說 仲哥對這盤有比較改觀了 那再來就是8月28號這天 站上了8月13日 就是這個長黑K的高點之後 仲哥在做多的水位上也是增加了 那再來啊 昨天開高左地之後 仲哥認為會進入盤整 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這裡一個頭 然後這裡再一個頭 兩個大頭在那邊 你投資朋友 你認為壓力大不大 所以這種更認為啊 在這邊如果越漲上來的話 其實你的持股可以做調節一趟 那有壓回來再去做買進 選股的話你要選低位階的持股 但是投資朋友你可能會發現 這一天在漲了其實都是台積電而已 其他個股並沒有什麼在上漲 那投資朋友這邊你可以留意一下 台積電的資金有沒有輪轉到 其他的中小型個股 這是我們要去觀察的 那在昨天啊 這種哥有發文說 就是漲比較高的 我們可以把獲利先出場 那低位階的我們可以繼續續報這樣子 那昨天發文的時候 我們把剩下的紡織股 在8月20號買進的紡織股給出清了 當大家還在談被動元件跟細菌元的時候 我們在8月20領先市場進場去買紡織股 再來就是這一檔高季 我們在8月21號 不好意思 我們在8月21號分享買進 那是在哪一天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天 站上了所有的壓力 那我們在這天進場去買進 破斷獲利20%出場 那在一檔我們要提到的是先鋒 其實在8月21號 PCB除了高季之外 志龍哥還有跟大家分享一檔就是先鋒 那在8月28號的時候 志龍哥還有發文特地提醒各位投資朋友 先鋒整理淨尾聲 有沒有看到 這是8月28號的文章 8月28 那什麼時候呢 看到這邊 上午11點 那志龍哥認為 5349的先鋒整理淨尾聲 投資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那當然當天還有提到另外一檔就是整理冒出頭的股票 2421的見準 結果我們在8月28號提醒的時候 5349是怎樣回應志龍哥的 不好意思看到這邊 在昨天是大漲了5.8% 投資朋友 這是志龍哥厲害的地方 我們在8月21號分享了兩檔PCB 一檔PCB破斷漲幅20% 那另外一檔PCB 我們在8月28號的時候發文提醒投資朋友整理淨尾聲 那我們在這一檔先鋒啊 我們把加碼單給出掉 留著基本單 再來另外這一檔啊 就是一樣是8月28號的訊息 跟投資朋友提醒的就是剛冒出頭的股票 那我們看一下 在8月28號這一天 第一根起漲點啊 那所有的均線也是糾結上彎 那可以看到 他的走勢圖也是蠻強勁的 也是連漲了三天 所以朋友 在這個階段 你要選的就是這種 地位接折抵過後上來的股票 那高檔的股票 你反而就是要先做個減碼的動作 因為大盤在這邊遇到了兩個大頭的壓力 那我們可以看到昨天有哪些個股是率先回檔的 比如說台泥跟雅尼 雅尼跌幅甚至來到了5% 那像這種漲多了個股啊 投資朋友 你手上有的話 建議你真的是先做個調節 那等到大盤如果有突破這兩個頭 那可能才會比較樂觀 在沒有過這兩個頭之前 大盤目前可能就是一個區間震盪的格局 那看資金是不是會輪轉到其他的類股 再來啊 資隆哥在前兩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交易工具 今天資隆哥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交易工具 那也就是城市交易 那什麼叫做城市交易 城市交易呢 就是只要你有合理的進場依據 比如說什麼時候該進場 什麼時候該出場 那你嚴格去執行它 搭配你適當的資金水位 你去做這樣的交易 那長久下來獲利是會很可觀的 那城市交易可以分為哪兩種 一種呢是波段交易 那波段交易呢 重視的是低勝率 那平均高的獲利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你也知道一整年下來 可能波段行情就只有那幾次 所以你的勝率不會太高 但是你只要逮到一個大波段 這獲利可是很驚人的 那波段交易重視的是這個 那短線交易重視是什麼 那短線交易重視就是你的 你的勝率高不高 那你的平均虧損 虧損金額在哪邊 所以我們在做城市交易的時候 有三個變數 投資朋友要去留意 第一個是勝率 那第二個就是你的平均虧損金額 再第三個就是你的平均獲利金額 那這三個變數裡面呢 唯一你可以控制的就是平均虧損金額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志龍哥的統計回溯資料 那可能大家覺得密密麻麻的 看的不是很清楚 那你這邊只要記得 紅色是做多 白色是休息 藍色是做空 那這檔交易這檔商品呢 我們是交易海棋小SP 再來我們看到這是實單交易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 其實進出還蠻頻繁的 因為這是一檔短線的交易 那這邊有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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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檔是從 這檔是截取從7月1號到 昨天的為止的交易紀錄 那我們可以看到7月1號到現在啊 獲利金額是2357.5美元 其實還不錯 那這種哥有做什麼嗎 沒有我就是等城市給我訊號 我都進場出場這樣子而已 那你把停損點設好就OK了 那城市交易迷人的地方在哪邊 它可以幫助你達到負利的效果 怎麼說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 不好意思 這邊這邊是一口單在進出 但是如果當你賺了6000美元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抓6000美元 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張 你可以看到這是這種哥的實單 那日期是104年 104年的10月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 連賠了6次 但是整月獲利還是有賺錢 1715美元 那為什麼剛才這種哥提到你要連抓 要抓6000塊美元 為什麼 因為萬一你連賠6次的時候 你是2400美元 對不對 2400美元 那如果你抓6000美元 你如果用兩口單來算的話 是4800塊美元 那你6000點到4800塊美元 你還有1200塊的獲利 所以 甚至交易移民的地方在什麼 當你達到6000美元的時候 你可以再往上加一口 如果再到12000美元的時候 你再往上加一口 將一口 兩口三口 投資朋友 這獲利累積下來是多驚人 你原本 你原本就一口單在賺錢 我們再看個 7月到8月 一口單只有賺2357塊美元 但是如果你的獲利 來到了6000塊美元的時候 你是可以開始做兩口單 你如果做兩口單的話 那你的7月8月獲利 就是來到4600塊美元 在往上加 是會多少 所以城市交易 會 會達到我們預期的負利的效果 那 愛因斯坦說過 負利的威力大於原子彈 那 投資朋友 這是自動哥的一個 其中一支的短線交易單 投資朋友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加入自動哥的 FB或是Light 自動哥都會在Light上面公佈 自動哥目前的實際績效 以及今天是進還是出 那我們會每天來公佈績 請各位投資朋友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自動哥的Light 或是FB做個驗證 謝謝